今天早上呢 調查局的人員直接到台坡來進行搜索 要跟各位抱歉 我們要延後提告 原本上午要對會計師端木正提告偽造文書罪 但因為柯文哲台坡辦公室 以及同一地點木可公司都被檢調搜索 民眾黨決定延後提告 同一時間14號上午 檢調也發動搜索端木正所屬的會計師事務所 隔空和端木正互槓 就是因為被報漏報2024的申報資料 民眾黨直指端木正擅自調節 差額約1817萬 將近2000萬 調成9筆申報 民眾黨說端木正給的理由是時間來不及 包含被調節的石勒 尼奧 以及木可公司 還有競選團隊都不知情 想好什麼策略 幹什麼策略 會這麼問 就是因為端木正背景曝光 曾在前國保警團總裁朱國樂身邊 擔任財務長十多年 和檢調長時間交手還全身而退 因此也被質疑端木正怎麼可能賭上自己的會計師聲譽 難道背後有人指使 而綠營也加碼揭露 會計師只有查詢功能的唯獨模式 端木正必須取得柯文哲或總部助理權限 才能進行系統登打 民眾黨將這個鍋通通甩給會計師 我想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那麼我想只要柯文哲 他去釐清後台的這些狀況 其實就可以一目了然 有六個權限 那其中有兩個權限呢 是給會計師跟會計師的辦公室同仁 他的助理 授出證據指出監察院KE系統裡面六個權限 其中兩個權限就是端木正和他的誠信助理 而且尼奧以及十樂欄位就是端木正更改 和端木正隔空對槓 檢調介入調查 早晚對付公堂 T 越生受讓妹妹它有強暴動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